各位朋友,我很开心今天律师会的周年大会完美结束 选选出了新的五位理事,我非常开心恭喜他们 同时也希望将来我们律师会继续在法律方面发声 希望在法律方面多一些建设为香港做好它 新的一任理事会将于很快会再选出 我做了三年的会长,应该很快就卸任了 我将很快就会有新会长会出现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律师会,多谢你们 投票率是否今次低了,认为原因呢? 可否说下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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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内部机制可以处理好,这方面大家不需要担心 可不可以說一下,其實這些票我們律師會的秘書處都已經傳給你們,你手上反而有,應該大家 其實我們律師會一向的工作透明度很高,亦是香港七百多萬人一直看著 我們會繼續秉持我們的精神,為法治發聲捍衛法治,這些是我們的工作,我們會繼續做下去 謝謝 我們律師會在一個專業團體,我說了很多次,專業是很重要的,政治方面我們是apolitical,我們一定會繼續做下去 希望大家支持國師會的工作,做好我們專業方面,作為個專業團體應該做的事 將來在香港的發展中,法律有很多東西可以幫得到,在不同的議題中,我們一定用法律的角度給意見,希望為香港的建設做好 那這些你不用擔心,因為香港的律師是無懼無謂的,我們一定在重要的議題上發聲,我們以前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會繼續做下去, 大家用事實來看吧 事實你覺得這次選舉的結果是否收拾影響,提到的支持政治和政治都會看到中議的班會又進行你們的選 你覺得這次的結果是否有否擔心這個人的選舉 每一個選舉的結果呢都是我們每一個會員投出來的票 那麼我們要相信我們的會員有雪亮的眼睛 他們投的票是代表了他們的意願 我本人都只得一票而已,不會多的 你不遲到是台北界的選舉,還是選振兵? 這兩天沒有提到 有否覺得這個選舉的結果 就是可以中止阻挫政府 不能中止和民主社會的合作 在這個情況之外都有一個會發生? 我們和政府的合作已經是很久很久歷史了 正如我所說,我們在法律的議題上一定會發聲 很多我們的律師都在不同的社會方面 都是作出很多貢獻,作出很多努力 少許分享,我代表我們五位的候選人 現在就很幸運可以當選地和大家做一個分享 首先,我們五位衷心感謝每一位會員 對我們的支持和信任 7月份的時候,我們五個人管著共同的理念 一起主動站出來宣佈參選 過去這段的選舉工作裏面 我們憑著不同的專業背景 但是有同樣的信心和誠意 面對著史無前例的挑戰 在政治化的社會 盡了我們的一點勉力 團結我們事務律師的114年的專業初心 去維護法治和律師的專業自主 我們衷心感激每一位 在過去,尤其是在過去幾星期的鼓勵 給了很多機會我們去聆聽和了解 大家在專業發展上的需要和期望 我們期待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我們擱展所長,團結互信 為會員服務 和每一位繼續守護著我們法律的專業初心 一同克服不同的挑戰 讓我們香港律師可以繼續在社會上作出貢獻 但為啟動作出貢獻 政府正確認 成為了擔任 為各種的直善 解放 請問